伊美琪 女22岁辽宁人 沈阳城市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播音主持方向 各位老师好 我叫伊美琪 是一个喜欢艺术感和质感的女生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的舞台 想找一份有关于传媒类 有发展空间的工作 谢谢 伊美琪这个女孩一上场 就感觉一种阳光美少女的感觉 就是她那个稍微有一点 那种蜜糖色的肌肤 然后她的笑容也非常有感染力 22岁 毕业了吗 没毕业 今天大四 那你找的是实习工作 是的 你是讨好新人那种人吗 就是让别人舒服 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一点 但是倾向的话是有一点 大部分的话还是 但是要让别人舒服 首先要建立在你敏锐的观察里 是的 你观察人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我还是有一点天赋 插眼观色有天赋 现在吴胜笑得很开心 你猜她在想什么 是笑我的东北话吗 你是东北人吗 我是东北的锦州人 然后就抖音上 你至于我至于了吗 你来一下 你学一下 大脚啊 大脚 啥 你上哪儿去 走啊 上街买个地儿去 买个地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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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这样吗 你能把他们的名字一遍念过来用紧着话吗 叶老师 你好啊 找我啥事啊 一会儿打麻将去吧 去哪儿打麻将去 这就是满耿乌呗 小黑乌呗 特别可爱 开朗 傻大妞 但是又能给周围的人带来欢乐的一个很正能量的一个姑娘 你的性格属于女汉子性格吧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点 是吧 那你应该很喜欢声张正义咯 声张正义 这还好吧 我觉得东北人性格就比较豪爽 我看你好像也挺糙的嘛 糙那可能是体现在肤色上 我觉得其实这个 注意形象这是好事 如果你找个男人比你还精致 天天敷面膜敷的三个小时 没有两个小时不出门 你喜欢这种男生 其实我可以接受 我觉得讲卫生也是个礼貌 也是一个好习惯 你喜欢这样的男生 一个糙老 就喜欢一个 对不对 可以理解 既然是在找实习工作 一定是找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传媒 是吧 哪个岗位 能尝试尽量多的一些岗位 只要和传媒有关的 工作内容与它沾边的 能感受一种美 或者艺术的氛围的 我觉得就OK 来看一下它的背景资料 这个是跟我以前的实习经历有关 这是我之前在艾奥杂志做这个电商运营方面的工作 那其中也包括一些美妆稿件和时装稿件的编辑 然后第二张图片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电商内容平台进行的一个单品的内容介绍的一个截图的封面 然后下一张 我们一周一个人的话大概是会写四到五篇时装或美妆的稿件 那第一张呢就是我们以往的一个专辑吧算是 写产品的描述 测评吧算是 测评 对对对 或者说什么一些经验分享这个方面 你想做这个工作吗 一模一样 对啊 就写电商的产品描述测评 那暂时我就不考虑 为什么呢 你不是干过吗 对我干过 然后我就这个马上就要毕业了嘛 进入政治 就要干点不一样的 对我看看我到底最后什么东西能先 那你要多少钱呢 我的月薪要求是大概四千左右 那倒是要求不高 实习 对对对 有地域限制吗 地域限制北京 其他地方不去 不考虑了 来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全流 天生我有才 谢谢 这个我有一个特长 就是我就特别会模仿别人说话 我叫大家那个一个这个说泰国话你好 那我们平时在抖音看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教就是撒拉蒂卡 老师您 来 会吗 泰语的年号 不会 好 那我来教我们图老师来说一个 自海熊 说一个泰语的年号啊 我们不要说撒拉蒂卡 就是个撒呀 要是要拐回去就撒 然后那个蒂卡后边呢就好像加一个 然后就是撒拉蒂卡 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泰语的年号 说完了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 你都没去 那怎么了 人家带你领的 你应该给那个带领的人 我分配点就是了呀 对吧 你还认真想过这事 你是不是认真想过这事 是啊 我得了奖 还不然得奖为啥不领 因为我从后大大也没 就是那个中奖就很难证 对 瞧把这孩子可怜的你看啊 你怎么去领呢 反正你都没去 就是念到你的名字 收到了一等奖 好 我这是领奖的地方 来朝我领吧 陆老师 我的年会时候抽的 那个一等奖 您看看 你来了吗 我跟您请假了 你都没来 你怎么可能获奖呢 但是您在年会上 宣布的是我的名字 然后也没抽下一个朋友 那你看看这个奖 这个奖呢 按道理来说 是贡献给那些 对公司有归属感的人 你说一年就年头年尾 这么两次 你都不来 老师 我那天不是给您去工作 去办事去了吗您 你这事还赖上我了 你跟我办什么事了 你说说 就是那个 行别说那么暧昧 咱俩可没什么 行了行了 就一台冰箱 至于的吗 你一个单身也不需要 我们给那些 单身有家的人 他们更不需要冰箱了 为什么呢 都有家了 那肯定是已经有 这些家庭必备的 这些家具了 那这个冰箱 那您看看 你这小嘴巴巴的 你还考虑得挺周到的 我不给你 你能咋地吗 那 那就是好吧 你就骂他不要脸 他就变成当年第一个走的人 他真的是身临其境 真的认为自己拿到了一等奖 这可是拉铁 其实刚上台的时候 我考虑是不是要收敛一下 这种太外方的性格 给人最好是第一印象稳重一点 然后后来我发现老师们对我这种 性格的反馈 其实还是挺好的 我就想 就不在意那么多东西了 那直接就做自己就好了 没错 没错 那个有点模糊你的岗位 因为在座这中间 他不是 这些都不是直接的传媒 他都是企业中间 含有的传播岗位 那如果给别人给你商务的工作 你做吗 商务的工作 那具体的工作那种大概是 商务不就是沟通吗 因为我毕竟老师 我没有接触过这个领域 我也没踏入过这个行业 如果觉得沟通的话 应该我觉得还OK的 他是应该想清楚自己喜欢什么 但他未必能够想清楚 他到底能干什么 和能够从他这个未来的岗位中 获取能量这样的一个能力 我觉得他们说的挺对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幸运吧 能在这个阶段 得到一些这样的建议 可能会让我避免 少走一些弯路 然后也是想在毕业之前 多多尝试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岗位 和什么样的方向 行 你要是对自己不太了解 那就把你的命运交给他们 让他们来看 你到底适合干什么 好不好 好的 第二轮选择去后轮 还剩四盏的 我明朗给的那个岗位是项目助理 因为你没有明确地说 你在哪一方面特别擅长 所以我只能把你放到项目里面去 你跟着项目走 看你未来最深耕的是哪个方向 我们给你的是市场部的这个助理 彩编波你都有机会来做 你虽然好像现在不太清楚对吧 但是我认为你的可塑性很强 北京 四千 四千 翠生生薯条给你的职位 是活动执行在北京 侧重新媒体方面的 我给你职位 是我们全资富华的一家公司 小狗机器人 然后小狗机器人 有产品线都是偏AI这个部分的 然后我给你的职位 是小狗机器人的市场部的市场专员 好 来 考虑一下灭掉两盏留下两盏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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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有请杨荣 赵小姨 谈前不闪感情 你可以一边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两位老师一起 我现在的身份可能只是实习的岗位 那未来会不会有发展空间 比如说留用或者说其他的 当然了 我叫你来 当然是为了以后要好好培养 因为我们企业培养每一个人 都是有人成本的 那我们今天欣赏你 才希望你能够在你实习期来加入我们 然后彼此适应 当然希望你能够留下来 那同时也会有这个掌心的这个空间 是不是 当然了 为什么解4000加是这样 因为我们公司的那个 如果你最终留在活动 就是我们的公关活动这一块的话 那么我们的活动提成 是我们已知的业内最高的 我们整个执行团队要占20% 那如果是留在我们去服务 就是我们自己变成甲方公司了 我们做这个体育这一块赛事的话 那未来的空间会更大 好的 谢谢老师 然后我觉得其实在市场部的话 其实市场部能够设计到很多跟人 一个是跟打交道的工作比较多 另外也考虑你的你的这个策划能力 能断你的思维 而且一个好的导师也会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 你如果能加入到小狗的团队来讲 我觉得你相信你能够成长非常快 考虑10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银朗 黑洞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银朗 谢谢 开心 真的是选到了自己特别喜欢齐 我觉得特别开心 真的是找了一份自己特别满意 最理想的那个工作 我觉得非常OK 其实我是一个顺其自然派的人 那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份工作 到底适不适合 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 但我相信我有信心能和大家好好相处 然后也会把事业闯出一片天地的 1 2 1 3 5 5 1 1 1 you